跟妳們說我是演藝圈 最會挖的女藝人 挖什麼 因為我只要跟姐妹聚會的時候 我就說來 有誰要給我挖耳朵的 所以我就會幫很多姐妹服務 幫老公服務 然後所以就會特別愛收集她的兒屎 可以開店嘛 妳收集兒屎是妳喜歡挖 還是妳喜歡挖出來之後要把它放 要把它收著 我喜歡挖出來有大的之後就換 就是替換 我的那個小盆子裡面 就是要替換新的大兒屎 那妳把它裝在罐子裡面 對 妳有在收集兒屎 對 就是會一直有第一名的隊 不是說這個禮拜可能這麼小 然後可能下個禮拜挖到一個大的 就把舊的丟掉然後放新的 因為它才是第一名 我已經要吐了 我已經要吐了 第二個就是 大家都說我音癡無音不全 你們都錯了 不准地笑我 因為我小時候是合唱團的 老師說我是和音界的 會你休斯頓 你這個跟林生社區貝多芬有什麼 兩樣 你們這樣我從劉德懷要出來講話 那你們合唱團有出去參加過比賽嗎 有 那就是對的 對 這個左轉很正確 這個很正確 第三個 來 我是學校的排球隊 校隊 而且是有全台北市第四名店名 是金排球吧 金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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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球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在學校 151公分是很高 是坐那種最後面那一排的 小國小這樣很高了 所以那時候是老師就說 你要不要來排球隊比賽 然後因為我對排球完全不懂 沒有興趣 可是老師就說 如果比賽出去有名次的話 學校會有那個補助費用 可以請吃牛排 然後我說好 我去 因為那時候我們 就是那個社區有一個 很有名的牛排館 妳該不會也是名次的社區 什麼社區 就是家裡的社區 那時候有個很棒的牛排館 沒有吃過 然後想說有名次就可以吃 好 我就參加了 就很努力 然後因為那時候每一天早上 就要五百個拖球 五百個砂球 就每一天都是五百一千的起跳 然後我那時候一整個學期 這樣訓練完之後參加比賽 就拿第四名 然後就吃到牛排了 然後老師就有說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很優秀 有這個潛力 所以就邀請我就是國中 繼續加入那個校隊 然後我就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牛排吃到了 因為我已經吃到了 所以我已經吃到牛排了 好可惜… 少了一個國手 因為真的覺得體育太辛苦了 對 我是排球隊 OK 好 第二個就是 因為最近不是疫情嗎 然後跟老公在家 就是你看我 我看你是有點膩啦 所以呢 所以就想說好 那一起看一些鬼片好了 就比較刺激 可以回到以前戀愛的時光 就是尖叫 默默手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看鬼片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也要牽著他 我才敢睡 結果隔天起來想說 出事了… 出事了 這樣出事了 牽的不是 牽錯了 沒有牽到你怎麼這樣 房間裡面有蛇 牽真的是手 但是褲子濕了 什麼呢 我尿褲子了 尿濕進來 我嚇到了 你們做噩夢了 對 做噩夢了 所以我老公都想說 天啊 這麼彈小 居然會尿褲子 好害羞 講自己尿褲子真的很害羞 這個要是真的好丟臉喔 真的很害羞 好 1到6的點 到底哪一點是假的 請選擇 好 小馬哥選擇的是 1 收集兒死不可能 不可能… 太髒了 我跟小馬哥不一樣 我覺得金拍球是假的 好 我覺得是2 因為那個收集兒死是 我有朋友喜歡收集粉刺 這是有可能的 只是他們挖的東西不一樣 對啊 然後吐了 對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因為那個看鬼片 看到尿失禁 因為我自己也有失禁過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姐妹… 她失禁那一集我在 對 我跟她同一集 這麼嚴重 而且她的 妳是小的 她是大的 你在事發現場 不是… 不是在事發現場 是她講這件故事的時候 我就在同一集 所以我相信這個 就是真的會忍不住 來 當事人告訴我們 到底哪一件是假的 答案就是 答案 看鬼片 我真的是拍 因為我其實不怕鬼 所以因為我住過鬼屋 我也看過鬼 拍戲的時候我看過鬼 合唱團 我根本不怕鬼 我真的是合影小天使 天啊 所以妳真的 妳真的喜歡收集兒死 有 你們要看影片嗎 這我們都不知道 真的 還有影片 還有什麼 天啊 拜託 拜託 喔喔喔喔 可是妳愛比 真的很會